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太空商机 您谈到我们的技术 其实已经不是上月球而已 已经上火星了 上火星了 这个部分其实你有说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地球端的一些测试 那接下来下半年会有一些更新的竞争 是的 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就发射一个叫什么EV号 在火星上 然后几个月之后 Intel宣布了它的这个蓝图 我发现我们东西在里面 所以火星上面那辆车里面的存储是我们的 那去年美国NASA又有个计划 要在夜球表面设置这个探测中心 跟这个资料中心 我们被选中提供所谓的这个存储 那我们存储在卫星 在所谓的这个人造卫星已经测试了两三个月 昨天晚上又收到一封Email 又取得另外一个新的案子 更大的案子了 估计2025年我们产品在夜球上面就可以建置了 但是我要先讲 这个产品不会赚钱的 因为数量不大 但是是一个技术的宣示 所以您觉得这个太空商机现在看起来有多大空间 不大 很小 很小 我们只要表达给我们的客户说 如果我产品在夜球都可以用了 那地球你就不要考虑 它有问题了吧 应该就开始可以大量使用 它的象征性意义是更大的 是的 没有错 技术的一个宣示 OK 那另外在车用的部分 大家都讲说 接下来是兆元的一个市场 这么大 我们一定也得抢下来 那其实我们在去年也推出了一个服务平台 这是全球唯一 是的 汽车是这样子 其实我必须要说 很多媒体报道有盲点 今天马路上的汽车 对于存储的贡献 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你地图存放地图的空间 大概16GB 32GB 行车记录器16GB 32GB 比一只USB128GB少很多 那是过去的传统的案子 我们最近做的是自驾车 里面的存储 自驾车就是一台 带着电池跟轮子的server 它要求的是非常非常 要很solid 而且要安全 因为如果服务器当机 了不起你骂一骂 汽车当机会死人的 对 这是攸关人命 攸关人命的 所以要求很严格 群联电池目前是全球 唯二在设计这个方案的公司 另外一家是韩国的公司 最大那一家 那一家也找我们在谈 请我们帮它设计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10年内 自驾车系统里面的存储 群联电池会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 那个产值就很大 因为那个大概就是一梯两梯 四梯的空间 一个就是几百块美金的产业 过去你一直在想说 台湾的IC设计 其实人才是很缺乏的 你觉得这有没有体现在 这个产业的大家的发挥上面 有 在过去两年 我想不管从政府 民间企业 一直都在探讨 台湾如果要持续发展 能力资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因为台湾的人口数据少中 学生不一定要走这个行业 外来进来的 老师说 乙员是一个障碍 食物宗教也是一个障碍 所以能进来 大概还是以东南亚的华裔为主 最近有进来一些越南籍的 台湾在吸收这方面 确实输了美国 也输了新加坡 各种原因 企业本身要怎么办呢 所以企业只能自己往外走 所以有企业到印度 有企业到越南 去设立研发基地 但是也增加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压力 比方说 管理 对 我们就直接这样说吧 台湾的IC设计 是以前外商进来培养出来的 对 那我们去培养之后 它会不会变成你的对手 你不晓得的 对不对 那可是在现实情况底下 两害相权起其轻 你短期需要 你还是必须要往外走 那以后会不会遇到很强的竞争 我想那是以后的事情 我们会有打算把研发基地往外走 这样的情况吗 研发基地往外走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找人嘛 另外一个 必须要说 我们也被很多西方客户要求 担心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 地缘政治 对 号称要T加1嘛 那有在做这个规划 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说真的 我觉得往外走的路 其实不好走啦 但是我们想办法 如果会发生的话呢 以我的过去的 不管优势也好 惯性也好 大概选择马来西亚 机会还是高一些 还是高一点 还是回到自己家乡去 因为毕竟有 语言还是有人脉的关系嘛 而且这几年 其实群联也引进很多 有马来西亚来的一些人才 但刚刚您提到了地缘政治 我们就要谈 这几年大家不能回避的问题 美中贸易战变成科技战 现在这个地缘政治 已经是没有人可以躲避的掉的 但中国我们来看好了 您也常常到中国那边去参展等等 有去拜访 那你应该也看到就是说 他们很认真的 已经在执行自己的供应链 自主化 您觉得在这一个部分 会对整个市场带来什么样变化 我这么看 他们高等交易发展 大概认证发展40年了 每年产出科技人才 大概600万 你累积了这么多的人 他们确实有做出他们的成绩 在美国 中国情况底下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最痛苦的 我们也不能选边站 我们都希望 都交朋友 中国过去确实也很认真在执行 他们的所谓的国产化 希望能够 扶持某个产业 半导体 不是扶持某个 是扶持所有的产业 所有的产业 一向一向来 对 那我想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说 毕竟你不能忽略中国市场 它是全球百分之五十几的一个市场 然后有消费力 又有人口的这个人口数 具体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也认真的一直在思考 毕竟公司要持续的成长 你不能说有一个百分之五市场 你不做嘛 对 那怎么做 其实也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 那像因为美中 看起来现在是形成两大体系了 很明显是这样 那地缘政治不可能一天 或是几年之内解决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台厂会是受贿的吗 确实未来的系统 全球是一球两制 再往下走可能一球变三制 如果印度也开始要走自己的路的话 对于台商 确实在过去两三年 因为一些生产的必须 因为美国的压力 就往东南亚走 往印度走 我必须要说 去了东南印度也没有比较好过 重新适应 遇到很多当地的民俗的问题 那台商看它个别的政策 有人选边站 有人就是该能够两边坐 两边坐 不过确实说台商确实是得力的 确实是得力的 如果我们以近 比较短一点来看的话 会是所谓的转单效应吗 转单效应 我们就这样讲吧 美国说28奈米寒以下 不再支持中国生产 那很多使用者只能转来台湾 因为你含28奈米寒以下 不是中国 台湾不然就是韩国 所以台湾确实因为 方嘴这边得到很多好处了 如果找人 永远用所谓的绝对金额来看的话 这些员工我们也不要 因为边游牧民族 哪边水炒好 他往哪边走 他没有忠诚性 你的产品是做不好的 确实这几年来 我们有被外商挖角 也被台湾的公司挖角 我是认为这样子 他有能力可以打更高的 他要离开 我们只能祝福他